欢迎来到EastNet东方网 本频道客观理性地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 欢迎订阅 我们一个月前的视频 报道了中国海军054B隐身护卫舰已经在船场亮相 视频链接见文字说明部分 据报道 在近日 中国海军最新的054B护卫舰已经在互动造船场举行了下水仪式 并且船体已经涂上了海军灰色涂装 给人一种低调而又神秘的感觉 054B长147米 宽18.5米 排水量约6000吨 属于大型护卫舰 54B动力系统的细节还没有披露 据信 054B将采用燃气轮机动力 可能采用全电推进系统 下水的054B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的主围杆 与传统的单面雷达不同 054B型护卫舰的主围杆采用了055型驱逐舰的综合一体化设计 并且安装了各国大型护卫舰普遍采用的两面相控阵雷达 搭载双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054B 对空态势感知能力会得到大幅增强 其整体防空能力将有望达到052C型驱逐舰的水准 可以媲美欧洲目前的主流驱逐舰 主围杆综合一体化设计是非常好的隐身设计 可以降低在海上被敌军发现的概率 除了主围杆之外 054B型护卫舰的其他部分也展示出了不俗的设计水平 例如它的船体采用了更加流线型的设计 以降低航行时的阻力提高航速 同时该舰还配备了一套先进的全电推进系统 使其具备更高的机动性能和更好的隐身效果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054B将大规模量产 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主要成员 视频链接见文字说明部分 而据报道 这次开始生产 就有多达四艘054B在两个船厂同时开工建造 更多054B护卫舰的细节将在之后的节目介绍 这里将继续跟踪报道054B护卫舰 和其他中国海空军的最新动态 请订阅以获得最新资讯 请订阅以获得最新资讯